苏俄飞机为什么那么遭人嫌弃 按道理说性能还不错 结果装备的国家却并不多 说到底就是因为苏俄飞机寿命低 不像美制战机那样 例如美军准备升级的B-52轰炸机 半个世纪前它是美军主力 今后几十年它依旧还是 这都要干上百年了 如今美制飞机又要诞生一架百年老字号了 就是F16战机 从洛克希德手里挤压的订单来看 现在还有一两百架F16没有交付呢 这些都是用来进口 想完全搞定订单得到2026年了 这还不排除会不会增加订单 按照F16的40年计体寿命来看 少说也要服役到本世纪70年底啊 而首批F16还是1978年列装的 这不又是一架拖拖的百年老字号吗 准备出口的能用那么久 自用的当然也要想办法升级 就在今年 美国空军寿命周期管理中心宣布 我们又要升级F16了 而且还是进行核心项目升级 能让F16再干20年不落伍 大家好 我是火力军 今天来讲一下F16最新升级计划 作为世界上最经典的单发轻型四代机 F16在多个国家都是主力机型 尤其是没有五代机的国家 正因为销量高赚的钱多 所以美国对于F16的升级也是不遗余力 尤其是自家还装备了数量庞大的机群 毕竟在美国空军参谋长战斗机路线图的设想中 F16可是未来重要的一环 将是美国2030年以后的战术飞机组成之一 会和美军下一代空中优势F35 F15EX 以及A10组成战术飞机主题 所以美军决定对现役F16进行较大升级 至于F16下一代继任者 美军负责人表示 我们现在还能通过升级严寿改良等手段 保留现役F16战机到2040年 所以目前还没有考虑寻找接班人 不过按照火力军对美国的了解 现在估计已经偷偷进行F16下一代继任者的研究了 不过不能让其他国家知道 要不然这些国家不买F16了怎么办 美军在去年制定了空军未来的战斗机部队机构 计划将现役的七种战机数量进行缩减 被称为4加1 未来将被下一代空中优势取代的F22就是其中之一 另外还有F35 F15EX以及F16和继任者 A10则是加1 不过美军计划在2030年逐步淘汰这款战机 到了那时候 空军将会选择全新设计的MRF或者T7发展信号 作为F16的替代战机 就在今年 美国空军受命周期管理中心 就与诺斯罗普签订了一个未定价更改订单 要求诺斯罗普在未来一年半之内 完成F16下一代战术套件的开发集成 以及硬件测试 并且还需要在数架F16战机上展开飞行测试 美国空军战机普遍携带大量电子对抗装载 不过很少会在主动防御这一领域进行研究 所以美军基载主动防御系统的实用化进程 是落后于俄罗斯的 当然只是进程落后 不是技术落后 在美军基载主动防御系统中 电子对抗一直都是美军拿手好戏 所以这次对F16进行升级的项目中 电子战套件是其中的核心 诺斯罗普将会F16开发 ANALQ-257一体化 魁蛇电子战套件 设计重点是为了加强F16 在对抗环境中执行任务时的保护 确保F16能够符合战斗机路线图中设定的某些使命任务级 ANALQ-257电子战套件 不仅可以实现诱饵释放于感知威胁的能力 还可以发起电子战攻击 实现了主动防御这一特性 作为F16的下一代电子战套件 ANALQ-257的设计满足美军开放式任务系统的要求 还可以支持光线拖叶式诱饵 自适应认知处理以及开放式系统架构兼容等未来升级 ANALQ-257作战系统能在F16上发挥作用 主要凭借的还是F16升级的ANAPG-83雷达 美军也称之为可伸缩敏捷波束雷达 使用了基于F22猛禽的ANAPG-77与F35闪电的ANAPG-81雷达的相关技术 脱脱的五代机雷达下放四代机 不过奇怪的是ANAPG-83雷达的软件代码与F22上雷达的软件代码 有95%的模块通用 而不是F35上的雷达 四代战机的雷达相控阵化 其实早在2003年美军便开始研究了 并在FA18EF与EA18G上进行了验证 也就是ANAPG-79雷达 不过这套雷达并没有采用五代机雷达技术 所以在性能上是不如ANAPG-83的 虽说现阶段军事强国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五代机 要么研发要么采购 但相对来说 绝大多数国家的空军主力还是选择以四代机为主 最大的原因就是五代机贵呀 四代机则不同 技术成熟 故障率低 最重要的是价格低廉 四代机落后五代机 无非就那几个方面 隐身能力 超声速巡航能力 态势感知能力 以及航电设备 所以对抗他国五代机有两个方法 一是尽快装备本国五代机 二是对现有四代机进行现代化改造 相比于直接采购全新的五代机 升级四代机符合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成熟能力 甚至有时候 二手四代机也不是不能接手 只是经过分析发现 对四代机进行所谓的准隐身化改造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增强四代机的隐身性能 例如美军升级的F18陈莫峰 与F15陈莫英 但四代机在机体设计上的先天不足 即便进行准隐身化改进 还是无法与五代机分庭抗争 所以各国发现 升级四代机航电设备 像雷达 换火控系统 换飞行计算机 是最廉价 最高效 最可行的对抗五代机的手段 我隐身方面不如你 但提前发现你也可以 对于美国空军来说 目前列装战斗机的主力机型 虽然选择了F35 并不会继续装备新生产的F16 但面对空军现役 数量庞大的F16战机 并没有将其全面退役的计划 反而选择继续升级 以便能够适应 越来越复杂的空战环境 ANAPG-83雷达就是这样的产物 并在2018年完成了测试 而五代机雷达真正应用在四代机上 美军选择等到F16升级计划的开始 从设计上来说 ANAPG-83雷达完全是按照F16 现有架构设计而研发的 物理安装点连接线路 和原来的雷达基本一致 其次 新雷达的夜冷系统设计 完全独立于雷达 可以使用F16上 原有系统的引气进行冷却 最后就是在座舱中 加装一块平板电脑大小的显示屏 飞行员可以看到 更清晰的合成孔径影像 也正因为对改造成本的考虑 诺斯罗普为F16量身打造了一套 升级方案 ANAPG-83雷达的安装 无需对飞机结构 电源 冷却系统进行任何重大改动 毫不夸张的说 只需要一天半的时间 F16就能换装最新的ANAPG-83雷达 换装了新雷达后 F16探测距离达到370公里 远远超过ANAPG-66雷达的140公里 使得F16在面对五代机的时候 在雷达探测距离上不再吃亏 解决了近视眼的问题 具备先敌发现能力 另外 ANAPG-83可强化F16的多用途能力 其作用不仅是对空对海对地的多用途 而且包括对低矮慢的无人机 甚至具有一定的反隐身能力 美军未来对剩余F16进行改造后 意味着空军整体战力将得到增强 再就是ANAPG-83的DR振子 采用氮氧化架材料 其波数敏捷可调 因此它可以将振子分配任务 比如一部分振子做针扫火控 一部分做电磁干扰 还有部分用于通信 另外 ANAPG-83还拥有很强的可扩展性 雷达天线由许多标准化模块组成 可以根据可用空间增加或减少模块 除了F16战斗机外 还可以安装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18战斗机 以及美国空军的B-52H-B1B轰炸机上 除了对已有的F16CD战斗机进行升级外 新生产的Block 7072P4的F16也将搭载ANAPG-83有源相控阵雷达 按F16V标准配置的战斗机也将换装ANAPG-83雷达 目前四代机上大量启用了五代机技术 这些技术包括相控阵雷达 光电雷达 远程杀伤链 这已经对五代机构成挑战 因此ANAPG-83安装在F16作战飞机上 可以更好地模拟假想敌的四代甚至五代战机 而ANALQ-257电子战套件 与ANAPG-83基载有源相控阵雷达具备良好的互用性 有效提升F16战机在应对现有与新兴威胁时的生存力与杀伤力 早在去年的北方闪电21演习中 诺斯罗普就在F16验证机平台上 实验了ANAPG-83雷达 ANALQ-257电子战套件 在演习中 两者实现了从脉冲到脉冲的多功能互用性 这也就意味雷达与电子战系统 以少数脉冲间隔时间分时交替工作 由于间隔时间很短 两者基本上接近同时工作 同时也意味着 诺斯罗普也赋予了ANAPG-83雷达电子攻击能力 这也是自从美国在2005年透露EA-18G电子战飞机的相似的能力特征后 再次披露相关信息 当时美军披露EA-18G的ANAPG-79雷达和ANALQ-218电子战系统 能够协同作战 在进行攻击性电子干扰的同时 还可以保持电子监视与无缘态势感知能力 这种能力被称为接收机间隔探测 实现途径是在通信对抗系统电子战设备及基载雷达辐射波数时 先中断接收机的工作 从而以分时方式使系统完成两种功能 诺斯罗普也强调 从脉冲到脉冲和多功能互用性 这也就意味着基载雷达与电子战系统在许多方面的协同能力有了较大提升 通过升级方案可以让美军现役F16机群复役到2040年 这样可以保证空军现有的战机机队的总体规模不会降低 也正是因为世界上拥有数量庞大的F16机群 同时随着有缘相控阵雷达逐渐成为新型战斗机的标配 仍需要继续复役下去的F16战斗机必须对雷达系统进行更新换代 才不至于沦为一款过时的战机 从过去的脉冲多普勒雷达到现在的有缘相控阵雷达 从最早的ANAPG-66雷达到后来的ANAPG-68雷达 再到最新的ANAPG-83雷达 F16的机载雷达一直处于同时期战机的先进水平 保持了相当高的性能优势 而美国拥有全世界顶级机载雷达 正在计划将所有现役战机更换有缘相控阵雷达 同时F16雷达的更新换代也反映出了战斗机机载雷达的发展和演进过程 代表了现代化战机航电系统的一个发展方向 目前美军F16战机的使用寿命延长计划基本已经完成 每架F16只需要几百万美元的升级费用 便可以延长20年的使用寿命 而这些F16机群也将为空军提供额外的能力选择 因为数量足够庞大的战机机队能够满足美军作战司令部的各种要求 虽然对F16战机升级也考验美国军工的能力 由于飞机的数量导致对F16机队的任何升级都可能代价高昂 美国空军目前拥有近900架各种型号的F16战斗机 在如此数量面前 全部完成升级需要的金额及工作量将是非常大的 另外F16还将加装Link16数据链 能够获取到来自海陆空三军不同平台探测到的信息 进而提升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与此配套的还有现代化座舱改造 更换新一代任务计算机 提升飞机的数据处理能力 F16的自动地面防撞系统已经安装使用 顾名思义 这是一套保护飞行员安全的系统 可以在飞行员突然失去意识或判断错误时 避免飞行员坠入地面的技术 利用精确的导航飞机性能 以及车载数字地形数据 确定是否即将发生地面碰撞 可以提醒飞行员 也可以在飞行员无反应时 根据飞行轨迹速度以及其他数据 计算出恢复到安全轨迹的最佳方法 执行自动回避机动 现在除了自动地面防撞系统 洛克系的还在开发一种自动臂撞系统 ACAS系统 目的为避免空对空碰撞 把GCAS与ACAS系统结合起来 那么就是自动综合防撞系统 又称ICAS 也许为世界上第一个防止空对空 和空对地碰撞的 全自动综合战斗飞行安全系统 另外 F16战斗机的机身喷漆 也将更换成拥有吸收雷达波束能力的 隐身材料 未来的新涂装将会取代F16 长久以来使用的传统灰色涂装方案 而且F16还有下一代继任者的替代项目 美军称为MRF或MRX 不过美国空军战斗机与先进飞机项目 也表示目前F16经过延售计划之后 下一代继任者项目倒没有开始 不过火力军猜测应该已经处于准备阶段了 MRF这个代号首次出现是在2021年美国军方的规划文件中 空军计划在2030年代中期寻找F16战机的替代机型 文件表明 所寻求的飞机不会选择全能多用途飞机 甚至对于隐身要求也不高 美国空军参谋长将其描述为 减五代战斗机 其价格可承受 并且不一定具备高水平的生存能力 这将是一个关键要求 也就是说MRF平台将是一款廉价 可快速生产 快速成军的可用平台 你们觉得F16的升级潜力 有没有到顶点 四代机还能在战场活跃多少年呢 欢迎评论区讨论一下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再见